《耶稣》 2020年11月28日 上年期第34週星期六 尼撒讀經分享 耶稣說 你們應當時時醒悟祈禱 為使你們能逃脫即將發生的這一切事 並能立於人子之前 分享 耶稣告戒人不要因為面對現世中的混亂和災難 而用燕落藥物等方法去逃避 基督徒該以珍福精神去關注在此時受苦的弟兄姊妹 這就是耶稣說 及在最小的兄弟所做的就是為主所做的意思 也是面對主在來的審判的正確態度 耶稣提醒我們要醒悟祈禱 這可以使我們更明白天主的旨意 和得到天主所賜的平安 而不會懼怕遭遇到的困難 聖詠九十五篇呼籲我們朝拜天主 讚美感謝他所賜的一切恩典 尤其在基督將臨的日子中說出 主耶穌請來 主耶穌是生命之源 直聖然滋養我們的靈性生命及治療我們所有因罪而受的傷 我們該記住耶穌基督說過他快要來到 我們要緊張聖經的教導便是有福的 天父求你振作我們的精神 幫助我們以全父熱神 善用你的聖寵 與你的救世計劃合作 因主耶穌基督之名 阿孟 羅拔神 道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